西埃拉是养尊处优的酒店继承人 亿万富豪的千金大小姐 每天有几十个仆人照顾她的起居 清晨帮她保养手指 鱼子酱是她必备的零食 出门前无数件衣服任她挑选 可谓婚夫求婚时山顶突然刮来一阵大风 幸好她被路过的捷克就起送去医院 然而因为头部撞在大树上造成了脑震荡 西埃拉失忆了 捷克只有先带她回了自己经营的北极星客栈 她拿给西埃拉一些客人落在客栈的衣服 捷克的丈母娘也非常友好的欢迎她的到来 刚进了她的房间 西埃拉一拉冲击就看到一个小动物 捷克连忙来看发生了什么 西埃拉穿着像大婶一样的不合身的睡衣 她表示希望这一切能尽快结束 而那边以为自己就要在雪山 没了小命的塔德走着走着 终于在夜里看到了一个亮着灯的小木屋 屋里猎人正坐在冰冻边垂吊 之后塔德问猎人有没有15代的充电器 可猎人却说他从来不用手机 虽然塔德很失望 但看着猎人倒满一杯热咖啡 也感觉是看到穷江玉叶一般的感激他 丁城捷克的女儿艾薇敲开了西埃拉的房门 她给忘了自己名字的西埃拉 用自己的布娃娃起名沙拉 西埃拉看到了床头他们的全家照 艾薇伤心的说妈妈已经去世两年了 留下姥姥父亲还有艾薇一起生活 西埃拉温柔地安慰起艾薇 早餐时间南瓜饼已经被其他客人拿光 从来没有干过活的西埃拉决定自己动手 她要求自己煎蛋 首先她倒出油 之后放入了鸡蛋 他品尝了自己之前从不吃的培根 原来味道也还算不错 而另一边的塔德也在清晨醒来 他出来找猎人时却被猎人告知自己的车 由于气温太低而打不着火 他们只能步行几天穿过登山口 才会走到公路上 北极星客栈又有人取消了订房 杰克已经支付不起人员工资 这时西埃拉走出来 问是否有人打电话找自己 然而却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西埃拉想起医生建议她多做些运动 对她恢复记忆有益处 于是杰克邀请她一起打理客栈收拾房间 同时也顺便解决了没有人手的问题 然而对于从小娇生惯养 没有做过家务的西埃拉而言 做好这些基本的家务简直比登天还难 她铺床单时却把自己包在里面 整理滑板时一步流神却击倒一排 洗马桶时还不慎见自己一身水 洗衣物时还把洗衣液连桶一起掉进洗衣机里 西埃拉帮艾薇梳理头发 这温馨的画面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可那边洗衣机里却溢出许多泡泡 杰克责备西埃拉应该多用些心 这让她非常沮丧 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西埃拉黯然走到马厩边和马尔聊起来 谁知她的自言自语全都被杰克听到 西埃拉笨手笨脚的拿着柴火却又不慎摔倒 柴火也咋没一定 杰克连忙过去帮她 他们聊了起来 杰克后悔刚才不该埋怨她 但西埃拉却说已经两天了依然没有人找她 自己就像无人认领的行李一般 杰克看着伤心的西埃拉想到一个办法 他们可以一起去热闹的集市看看 也许会有人认住她 杰克带着西埃拉和艾薇来到了集市 他们聊起了艾薇的妈妈 杰克之前是做滑雪生意的 艾薇的妈妈家里三代人一直经营着这家滑雪客栈 作为结婚礼物 杰克接手北极星客栈开始经营 他们一家人一直在为这个客栈尽心尽力 可两年前妻子患病离开了他们 近几年大家都喜欢去新的滑雪酒店 不再喜欢传统的客栈 北极星很有可能倒闭 那样她就只能带着艾薇回城市里生活 西埃拉看到圣诞车上的一个水晶球 她拿着这只飘雪的水晶球好像回忆起什么 因为小时候妈妈也给她买过一个这样的礼物 杰克买下了她送给西埃拉做圣诞礼物 大家汇集在圣诞树前唱起了圣诞歌 看到夜空中美丽的焰火绽放 他们露出温暖的笑容 和杰克在一起的生活是西埃拉从未体验过的平淡和快乐 她慢慢地学会了整理家务 学会煎鸡蛋 在滑雪场学会了滑雪 杰克奋力拉住了快要摔倒的西埃拉 不知不觉中西埃拉喜欢上了这个温暖的北极星客栈 喜欢上了这个简单纯朴的杰克 殊不知前面更大的考验在等着他们 就成立了个山路 珑白